哈喽 爱奇艺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景妍 难道吗 我觉得 不 我是自己想演那种比较帅气 那种江湖打女的形象 吴景妍在演习攻略中 完美全治了魏英洛爱恨分明的一生 剧中 魏英洛这朵黑莲花披荆斩棘 而剧外新进小花吴景妍的人气 同样一路飙升 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气演员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张新月份的这个 七月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七月就是 我觉得惊喜的开始 对 收获的开始 也是我们演习攻略热播的开始 从开播 大家一步步看到了 演习攻略剧情的发展 然后到了八月 又是我生日的月份 我觉得是收获的一个月 印象非常的深刻 2019年的1月1号 新的开始啊 因为我每年都是这样 我是每年元旦节跨年的时候 可能就在心里会许三个 也没那么大的目标吧 就是三个小愿望 希望今年去完成 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很期待 今年的愿望 美的微精冰箱 2009爱奇艺尖叫之夜 戏剧单元 年度剧王 演习攻略 恭喜演习攻略 有请 关于影视创始人 中国内地知名影视制片人 和编剧于正 主演 秦兰 聂元 舍师曼 吴景岩 徐坎 江嘉妮 王元可 苏青 江子欣 王冠益 有请 就很开心 因为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剧了嘛 然后 戏播出 到收官 然后到现在 这么多朋友 又在去到一起 然后谈一谈之前 然后问大家现在工作状况 都很忙 我觉得就是一次聚会 很开心 那我们说回 你一定要多说 你的浩兰传吧 然后想问一下 你觉得李不韦和李毅然 是你最大主题的 吴毅然和李不韦 跟李浩兰的感情 是 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很难分隔开 就是我们三个人 很难分隔开 但是 我跟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 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挺相反的 跟李不韦是相爱 但后面又是相 相虐 然后跟银艺人 可能是也没那么爱 但后来 是更多的是 一种 感恩 就是 不一样的一种交织 在一起 他们两个 我觉得应该是我 你看 延期功率的时候 是些 乾隆 挺 挺虐阴落的 前期各种让我 什么 雪地里面跪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 但我觉得这部戏 我虐 李浩兰 虐 李不韦不浅 对 虐他更深 前期的时候 刚才拍的戏 就是拍我跟李不韦的戏 我们俩一直在识别身份 他会随口交应我 然后对 他会随口交 慢慢慢慢 因为装扮也不一样 就是很快就投入到了 李不韦和李浩兰的 纠葛里面了 就是一种熟悉感 但是又很 有新的火化 到时候大家会看到 那如果不考虑 年龄和性别的话 之后最想挑战的角色是 年龄和性别 难道吗 我觉得 不 我是自己想要那种 比较帅气 帅真的那种 可能 有种侠女形象 那种江湖打女的形象 挑战一下 包括那种 古墓里面的劳拉 我就很喜欢 我就很帅气的那种 最近的快乐 云泉 其实非常清晰 我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 我觉得可能 因为现在剧组拍戏 我觉得投入到了一个 新的角色创作里面 我觉得每天在现场拍戏 就是很快乐的事 演戏 然后到晚上就睡觉了 就每天就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投入工作和休息 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 是阴落眉毛 还是吴景安眉毛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我眉毛 就好像是当时 因为在宣传期 因为我现代妆 已经眉毛长出来了嘛 就比较粗 然后但是阴落眉毛 又是这样 大家就比较好奇 说我眉毛到底是什么型 因为差距很大 为了当时的角色 其实刮掉了 基本上刮眉了 只留了一点 但后面都长出来了 就反差还是蛮大的 我说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一定要给阴落 一个不一样的眉毛 才没有那么重的那种柔啊 或者是现代感 才没有 陪伴 对 就是从 他们认识我开始 到一点点去熟悉我 包括我跟他们之间建立的 就是一种相识的一个过程 因为是从魏英洛开始 然后到现在为止 戏已经播完了 还一直陪在我身边 包括我的任何活动啊 我在上海拍戏 他们经常来谈班 我觉得就是一种 陪伴给我的力量 你